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鲜甜简直是至佳搭配 鲜油呢又软嫩又香滑 关键是简单易做又好吃 也是我们平时艳客和自用的上选菜式 更是很多人的挚爱 好啦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吧 首先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我们需要新鲜或冰鲜的鱿鱼 虾酱 白砂糖 樱树粉 配料呢 我们需要蒜蓉 姜米 新鲜或者干的纸添椒 好 那我们呢 在一个小碗中调一下虾酱 我们在碗中呢 放入半茶匙的虾酱 一茶匙的白砂糖 给它搅拌均匀 让这个虾酱呢和这个糖啊溶解在一起 你要根据虾酱的咸味来增加糖的这个多少哈 好啦 我们试一下味道 哎 你认为味道可以了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三条小葱给它洗干净 我们这样呢 给它切成四分之一寸的哈 或者更细一点的菱形葱花 好啦 葱花切好了备用 纸添椒呢 去掉头部 切成细粒 你喜欢辣的就多放一点 如果说呢 不喜欢吃辣呢 你就少放 好啦 配料呢 就准备齐全了 我们来处理一下鱿鱼 鱿鱼买回来呢 把这个外衣给它去掉 然后用清水呢 冲洗干净 鱿鱼内的乌乌呢 也是可以清洗出来的 这个鱿鱼大概有8盎司哈 清洗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去切了 用厨房的这个茧子啊 我们把它从侧面这儿 给它剪开 鱿鱼呢 是非常厚的哈 你能想象到这个肉质啊 非常的密实 非常好 里面有这些东西 我们要给它清除哈 这个内膜衣 黏膜 我们把它呢 都清理干净 好啦 清理以后 我们用清水呢 再给它清洗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改刀了啊 我们要把它切成哈 就是十字花的这种刀 我们来看哈 每个三分之一寸就这样划一下 也可以划得更细一些 少于三分之一寸都可以 根据你个人的喜好 那当然我不是特别喜欢特细的花哈 太细的话呢 鱿鱼的质感变没了 觉得鱿鱼吃呢 就吃它这个质感 Q弹的感觉 我们再来看啊 这样切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花门再打横 打横同样是切成十字花 看见了吗 你切这个肉哈 但是不能切断 不能切断 看见十字花切完了以后就这样 然后把它切成三大块哈 长条的 三大块 好了 然后呢 我每一个再给它切成四到五块 就切成这样的 大小也根据你个人的喜好 哇 这个做出来的话 鱿鱼卷非常的漂亮 鱿鱼需不需要擦干净呢 你可以不擦干净哈 没有关系 好了 可按材料比例呢 蒸的多一些 我们呢 先把它腌一下 鲜鱿鱿鱼片放在一个小缸盆中 然后加入刚才我们调好的这个虾酱 让它腌制一下 让鱿鱼呢 都能够裹上虾酱的味哈 这里呢 不用太多的虾酱 因为这个虾酱很浓郁 那虾酱太多呢 就会夺走鲜鱿鱿鱼的这个鲜味了 再加入一汤匙的蒜蓉 一汤匙的这个姜米 姜粒 再加入呢 纸添椒粒 好 我们搅拌一下 不用多花时间腌这个鱿鱿 给它搅拌均匀了 放在碟子上 然后我们开火 烧开蒸锅 大概8到10分钟吧 它就腌好了 这时候我们再加入半茶匙的樱素粉 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点麻油提香 非常的香 樱素粉加进去呢 使它更加的嫩 嫩滑 好了 先鱿鱼我们放在碟子上 就可以拿去蒸咯 蒸锅烧开了 我们把呢 鱿鱼放在蒸锅里边 要用大火蒸上5分钟 不需要时间太长 因为鱿鱼呢 越鲜嫩越好吃 好了 5分钟以后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把我们刚才切好的零形花的这个葱花加上去 然后呢 给它聚上30秒 这时候就可以尝尝味道了 哇 太好吃了 因为加入了砂糖 就能够吊起这个虾酱的鲜味 味道真的是太正了 颜色呢 也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这个虾酱蒸鲜油呢 就做好了 不愧是香港经典美食 鲜鱼吃起来 极其的软嫩香滑 虾酱呢 又非常的鲜美入味 再加上蒜蓉姜米和葱花的香味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而且呢 又带有微微的辣味 真是一道简单易做的 不可多得的美食哦 好啦 那极力推荐给大家 你学会了吗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 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